各位旅行者你們好呀 這裡是BDM木耳 3月的第一天 原神4.5前章終於也來了 這次內容不多 彈幕也幫大家整理好了藍營包 每空趕上直播的旅行者們 一起來看看吧 走上其中 這次唯一的新角色 牽織物老闆兼設計師 牽織在4.5會有傳說任務 失竊假之章第一幕 同時也會有林尼特的邀約事件喔 策劃總算是想起的邀約事件啦 再來是角色月簽的部分 上半是牽織搭配荒龍一斗 還有牽織專武有樂玉連切 也會在上半一起奧 下半是納維萊特搭配萬葉 抽取經驗的話 是有0命的納維萊特 可以考慮補個一命 不缺主席的話 可以抽個0命的萬葉來豐富配對 接下來是原神9位的重大改革 全新卡池 極入祈願 使用的依舊是粉球 糾纏資源 可定鬼清單中的角色或武器 若定鬼角色時出的五星必定是角色 反之若定鬼武器時出的五星 必定是武器 定鬼值和限定武器起願池不同 命定值為1 即為滿定鬼 也就是最糟糕的情況下 180抽必定會得到你定鬼的五星 極入祈願不是常駐卡池 會不定期開啟 並且可能更換裡面的角色和武器 並且更換卡池只會繼承抽取術 不繼承包地 只有限定UP過至少三次 且近期未復刻的角色 才會進這個卡池 確定4.5開啟的極入祈願 就是以上的角色和武器 絕版的微海性標和獵人之境又出現了 有旅行者會買單嗎? 回到角色介紹 千枝五星元元素單手間角色 元素戰技突進揮出上挑攻擊 同時召喚自動治癒人形 秀 會在場上一同攻擊敵人 場外元素戰技則和克勤艾爾海森一樣 可以調整自己想要的方向突進 若秀存在場戰期間附近存在元元素創造物時 會再額外召喚出一名秀 戰機天賦4千枝在釋放元素戰技的短暫時間內 若再次點擊元素戰技則會切換隊伍中的下一位角色 此後的場上角色進行普攻重擊或下落攻擊時 秀也會進行協同攻擊 若是施放元素戰技後 千枝點按普通攻擊則會獲得元元素附魔 元素霸佔在前瞻沒有特別說明 看起來應該只是單純的大範圍元元素傷害 探索天賦當隊伍中有角色裝備飛援時的衣裝或風之衣 隊伍中的移動速度會獲得提升 這次看起來是沒有蒙德的風花節 但主活動依舊是在蒙德城 身戀眼巧萬策金 是一個開設店鋪來擴大煉金術知名度為主題的活動 而獲得限定四星長兵武器 殺中尾賢的對打 再來是魯貓活動 融融城堡大喵險 合理布置喵喵屋和貓貓玩耍 添加親密度 新生雜貓更新 但沒細說大概就是添加新角色卡牌吧 然後是童年的彈珠活動遊戲 通過咬空裝置超重砲台 攻擊史萊姆 最後是雜貓入斗活動一神效應 就是通過時間暫停找出敵人弱點的戰鬥挑戰 有趣又過癮喔 還有我們這邊的新增提升指南 玩家可以通過持指南快速了解 各個角色的等級升級所需材料 武器推薦 攝影物推薦等等 對於新玩家來說是非常棒的功能 老玩家呢 繼續哭 最後的最後 原神神域谷OSC專輯 神域木方即將上線 收入一共50餘首 神域谷地區和4.4版本劇情的原神音樂 是的 最後的最後 前瞻就這樣結束了 本次最大的重點是全新的極度曲願池 對木耳來說 原神終於願意踏出卡斯改革的第一步 但好像又過於保守了 造成旅行者們並沒有太大的期待 可以定鬼抽出琴 迪路克和莫娜 對於很多歪出不想要的玩家來說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用的卻是昂貴的糾纏資源 卻旅行者們還是不要太衝動 反倒是武器 因為微海星鏢和獵人之境 這種是絕版限定 真愛檔倒是可以嘗試 最糟糕也是180抽 甚至比原有的武器奇願 期望值還高一些 這版本當然就養心蓄銳 和千知靈靈特約會 等待4.6的新地圖吧 感謝看到這裡的你們 記得隨手點贊 訂閱支持木耳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拜拜